弟兄姐妹,美好的事,感谢主,诗篇告诉我们,九十五篇,他说来啊,我们向耶和华歌唱,这样拯救我们的盘石,欢呼,哇,弟兄姐妹,感谢神,不管今天你遭遇什么事情,或者你正在遇见一些很困难的事情,不要忘记,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上帝要借着这些事情来显明他的大能,他说他用大能来帮助,帮助我们,那也许 你在一个很受冤屈的里面,那诗篇也是告诉你说,他是为我们申冤的神,那弟兄姐妹,这些过去,你就会向神,向那个拯救我们的神来欢呼,弟兄姐妹,因为有主,我们是非常的有盼望,也非常有信心,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菲利比书第四章八道九节,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姐妹,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失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这样的祝福是多么的要紧呢,我们要不要神的同在呢,当然要的,是不是 弟兄姐妹,感谢神,你知道这样的祝福就会叫我们不断,我们的人生就不断不断的向上提升 你知道在旧里面有讲到扫罗日渐衰尾,为什么,因为神离开了他 那讲到大卫,却说大卫日渐兴盛,原因是什么 下面就讲到神,因为神与大卫同在,他就日渐兴盛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向上,向上提升吗 当然是,我们的人生一定是要向上提升 我们的人生也一定必然是向上提升,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思,两件事情,因为一个是你的心思 还有第二个是,你有好的榜样 你有好的榜样,你的人生就会不断的被提升 上帝的同在就会在你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每一天你读四章圣经 每一天你用15到30分钟来用为五件事情来祷告 每一天你收听清晨甘露 每一个主日,你领受主日的信息 每一个礼拜你都会去参加小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交通 弟兄姐妹结果是什么呢 这一切的生活就使你的心思里面充满什么 充满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丽的 就是所有美好的事就充满在你的心思里面 Every good things都充满在你的心思里面 真言书第四章说,你一生的果效都从那里发生了 从心里面发生 所以你的心里面充满的美好的事 当然你会出来的果效 你出来的,你出来的,你讲的话 你代表的接物都是在,都是在美好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样当神的美好充满你的心思 你的人生一定会充满神的祝福 也行在祂的平安的当中 阿们 那弟兄姐妹第二个榜样是非常的要紧 你会有好的榜样 在教会里面你一定可以看得见好的榜样 是不是 这个古人说 三人行必有果实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三个人走在一起 你都有学习的地方 何况弟兄姐妹 你在教会里面 你一定可以找到那个榜样 你的小树上就是你的榜样 你的牧师就是你的榜样 每一个在你面前 比你先在教会里面的 他们就是你的榜样 弟兄姐妹 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他说 你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做 弟兄姐妹 你做了吗 你做了吗 你有没有看见 你的属灵领袖 他们是怎样努力的追求主 他们怎样的敬虔 在上帝的面前 他们怎样服侍神 他们无怨无悔的 在那边服侍神 你看见那些爱恩的童工 你有没有看见他们 这个流的汗 这个大滴 小滴这样滴下来 当然不会滴在你的饭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就看见 他们这么努力 他们这样子的付上代价 当然谁不喜欢坐在冷气房里面 好好的唱诗歌 听牧师讲道 那多么美好 弟兄姐妹 他们也听到 他们是比大家都早 早半个小时 一个钟头来到教会 弟兄姐妹 他们这样的榜样 我们有没有学到 弟兄姐妹 看见 有些弟兄 虽然他们刚刚信主 哇 他们的火热 哇 他们传福音的火热 他们带人 他们参加那个培育系统 他们一年就把他读完 哇 一年就把他上完 这种冲进 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失去了 弟兄姐妹 你要看见 这些榜样都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有一个小处长 他就是跟师母一对一 后来他就学会了 哇 原来这个 怎么带小组呢 就是一对一 哇 他就去 就是跟他们的小组里面的 每一个组员 他就跟他约时间约时间 哇 弟兄姐妹 刚刚开始 他的组员也是很受不了 哇 我这个紧迫丁人 但是后来 弟兄姐妹 这个小组就开始凝聚 凝聚在一起 现在这个小组 已经变成三个小组了 那为什么 弟兄姐妹 你看见 这就是一个榜样 当你看见这些 弟兄姐妹 这就是体验教育 不是吗 体验教育 你在教育里面 你需要看见 你需要看见 你需要听见 不但需要听见 而且要看见 而且你要亲手去做 弟兄姐妹 当你跟着他们去服事 跟着他们去追求 跟着他们 过一个尽前的生活 弟兄姐妹 你就看见 有一个祝福临到你 什么祝福呢 不是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那是其次的 最大的祝福是 透过这样子的 你就可以经历 神的同在 哇 弟兄姐妹 感谢主 神的同在 乃是上帝给你 最大的祝福 当这个神 平安的同志 平安的神 与你同在的时候 弟兄姐妹 这不就是 旧于里面 就讲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他说 这个出也蒙福 就是你所做的事情 都会蒙福的 入也蒙福 连你的甩面盆 就是那个 做面的 以前 当然现在 就是说 你的大桶电锅 也会蒙福 就是这个意思 弟兄姐妹 为什么会这样 造成这样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应许 这是一个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天 让美好的事 充满在你的心思里面 第二件事 你一定要活在 教会的里面 弟兄姐妹 教会 不是只有 有时候聚聚会 有需要的时候聚聚 不是 弟兄姐妹 那是一个 你蒙福 很重要的一个全员 弟兄姐妹 永远记得 跟教会 要保持 美好的关系 你跟教会 教会跟你有什么关系 教会 这影响 你的一生的 这个 幸福不幸 都在 都在教会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 爱神的家 弟兄姐妹 教会 不是 不是只是聚会的地方 教会是 蒙福的地方 感谢主 每一次 你进到教会里面 你就会 你就会知道 在这里 有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 感谢主 美好的神 要祝福 在这个礼拜的里面 每一天 每一天 弟兄姐妹 让上帝的话语 进到我们的里面 弟兄姐妹 继续的保守 保持着 跟弟兄姐妹 不管是在 赖的群组里面 或者是 小组聚会 永远要跟 弟兄姐妹 好好的 有很好的连结 别忘记 你有一个榜样 就是你的小智商 天 有事没事 打个电话 跟他聊聊 你就会得到 很多的 人生的智慧 主与你同在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感谢你 又是美好的一天 主要感谢你 无论是白天 中午 或者是下午 主要每一个时刻 主让你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你的同在 成为我们每一天 得利的泉源 主谢谢你 离了你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但是主知道 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主祝福我们 这一天 能够活在你的面前 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 救我们脱领 谢谢凶恶和试探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